大家好!又是星星雲大家積人吹水 大家好!看到的裁面已經很開心了 臨近聖誕節就預祝各位一個聖誕快樂 到了聖誕節,或者臨近冬節 都是離不開雞的菜式 上次做完一個江南白花雞之後 很多網友都留言了 大家可以參考我之前的雞、拆骨起肉片段 Google搜尋職人吹水、拆骨起肉、雞 最重要是 當然,不拆骨起肉的 做雞的菜式也有很多 例如原隻的燒雞 很多外國網友在臨近聖誕節 都會用蒜蓉牛油、燒火雞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以前入行的時候,有一個叫做摩托雞飯 這個摩托雞飯會配黃薑飯 大家看起來就像很多材料一樣 不要緊的,我們逐步逐步來 不會很難做的 還有一隻冰鮮的芝麻雞 約有兩個膠殼的米 大約300毫升 用一個涼杯 因為我們待會也要涼一些雞湯 還有少許椰奶、黃薑粉 還有一些椰蓉、提子乾 在臨近聖誕節,再加一點串茄 三色椒洋蔥、檸檬一點 第一步,我們先處理一下雞 外國網友可以用春雞去做 用春雞比較小,就用圓一隻去做 今天我就用冰鮮的芝麻雞 做半隻左右 首先我們先把半隻做出來 切了頭後,每逢在雞腳的位置 我們都不要切太長 我們在動的關節位底下 我們就輕輕 下一刀 在關節位下刀 你很小力就已經切到雞腳 還有 它會保留在雞皮的位置 不然煮熟的時候,它就會做得很長 如果你切太高 我們先把雞一開二 如果在家裡開,又沒有大型砧板 又沒有大刀,怎樣開呢? 用這些小刀開不開到? 都一樣可以開到的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我們在尾部,在尾部 我們先慢慢下刀 切一切 切一切 切了之後,我們在脊骨這個位置 我們慢慢開下去 這樣就開了 開了 雞尾部就向自己 拿把尖刀 在軟骨那邊 慢慢插進去 然後壓一壓,拉一拉 是不是很簡單? 剛才開了的口,我們就把尾部調轉 我們在這裡 再慢慢壓下去 一般女士們都會做到的 不用太大力的 把雞皮切開,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可以用小刀 一般的西餐刀 都可以處理到的 開了之後就很簡單 我先吃一瓶細的 這邊呢 我們用一些鹽來捏一捏 做一個鹹雞 這樣就約一茶匙的鹽 底面就塗勻 就可以了 醃了之後,用保鮮紙包好 如果有保鮮袋 就用多一個保鮮袋 把它包住 放在冰箱裡的冰箱 喜歡什麼時候吃? 就什麼時候吃 其餘這一半呢 我們就放一點點水 剛才有一點鹽在這裡 我們就放一點點 用一點淡鹽水 浸了十多二十分鐘 雞就等它浸一會兒 接著我們就處理一些配料 把所有配菜 我們就切去皮 洗乾淨 三色椒每樣三份一個 洋蔥半個 少許串茄 一粒乾蔥一粒蒜頭 檸檬約三片 就可以了 炊開檸檬 然後再說一下檸檬 我幾年前做一個香茅檸檬意米水 很多網友都說 你把檸檬皮也放進去煮 有苦味 用漂亮的檸檬 就不會有那麼多苦力的味道 這些檸檬的皮 都是很甘香的 切檸檬 很簡單 一片 兩片 三片 已經可以了 其他那些是怎樣 不,用一杯檸檬水喝就最棒 記得用漂亮的檸檬 把所有材料切成一粒粒就可以了 切洋蔥我們就先橫切 如果是西餐,就在中間補一刀 小心一點 慢慢切 全部一粒粒就切出來 備用 切這些三色椒也是 如果刀不夠膩 可以用拖刀的方法 因為西椒的皮是有點硬的 如果用刀比較膩的切就比較好 全部都切粒 當你工當藝術之後 就可以快一點 因為刀工的東西都是練回來的 我們要懂得如何保養刀 利用刀的刀鋒 當然切不同的食材 刀也有不同的種類 有不同的開封方法 如果一般家庭這類型的刀刀已經夠用了 準備一粒乾蔥 一粒蒜頭 為什麼有洋蔥再準備乾蔥呢? 味道不同 我們家庭煮食 就盡量利用蔥蒜的香味 蒜頭也很簡單 拍去做蒜蓉就可以了 很快把所有材料都處理好了 這裡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拼盤了 材料切完後 雞翼浸了十幾分鐘 現在就把它清洗乾淨 淡鹽水洗乾淨 從而令雞翼的雪味和不同的味道 就把它清洗乾淨 洗了三四次之後 我們就把它瀝水 不單瀝水 我們還要把雞的表面和裡面的水分 吸乾淨 吸乾淨水分之後 我們就教醃料 這次的醃料用來醃春雞也是相當棒的 用來醃炸雞也是很適合 去年已經有很多網友問 為什麼我做春雞 醃不出來這麼粗糙 跟大家分享這次的方法 我以前入行做西餐 醃炸雞 我們會用乳酪 或是用酸奶 為什麼用這個醃炸雞呢? 既然有酸的奶類 會令雞肉更加滑 酸味的來源就是檸檬 奶的來源就是椰奶 用之前就熬混 大約1湯匙就可以了 大家也可以用普通的牛奶 或者是花奶 也可以 如果用淡牛奶的話 就多加一點 半隻雞 差不多要加半個茶匙的鹽 這隻雞的味道要夠才好吃 所以鹹度一定要夠 同樣地 我們也要加半個茶匙的砂糖 讓它和一下味道 我們要加兩種粉 第一種是胡椒粉 輕輕放一點 第二種是黃薑粉 黃薑粉我們要加一個茶匙 多一點黃薑粉 然後我們拿一些彩虹配料出來 我們每樣都加一點 讓它的味道更豐富 乾蔥、蒜、三色椒 再加一點 加了所有材料 有關除黃薑粉的菜式 之前有看過海南雞飯 我也有說過 因為黃薑粉的顏色 最好容易會做到手 我們就用一隻手套 檢查一下 看不安全 我們就把它拆勻 如果家裡有咖哩粉 可以加一點咖哩粉 就會更加香 拆勻之後 很簡單 我們就把所有材料 把雞搽勻 這隻雞 有時間 最好醃到四至五個小時 甚至乎過夜更加理想 因為那些奶 酸味 慢慢拆在雞裡 從而令雞更加鬆軟 以前有些師傅做炸雞 直接用雞去浸牛奶 讓它更加滑 我們就等它醃一醃 大家看看手套 如果把手指夾進去 那些女士們就不用去做彩夾 招夾已經很漂亮了 剎那間醃了約四個小時 又去開單車 打哪間球 時間都是很快過 最好醃到一晚 我們開始烹調之前 才好處理 這裏約兩個膠殼 就是飯殼的米 用一個量杯量出來 約三百毫升 就是這條線的位置 我們就用合裝清雞湯 倒到四百毫升 這樣就可以了 第一步我們先洗一洗米 蓋兩次水 洗了兩次之後 我們就用瓶水 中間要放一個洞 才可以切底 如果外國網友買不到鮮苗米 也可以用珍珠米代替 意大利米代替 都可以的 材料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二話不說 我們就拿出煎餅 開火 燒熱的煎餅 這次做這個方法 家裡沒有焗爐做 也可以處理到 如果外國網友 或者網友家裡有大型的焗爐 可以用一些可以進焗爐的煎餅去做 一里苛城 做出來會更加香 沒有焗爐做 我們也有沒有焗爐做的方法 二潔鍋燒熱後 放一點油 然後調小火 我們就拿出雞 雞 我們要把所有的汁液都弄均勻 然後雞皮那邊慢慢放進去 不要大火 小小火 我們先煎在雞皮那邊 我們期間要切大火 因為有奶和黃金塊 就會比較容易焦爐和搶火 我們目的是煎至雞皮有金黃色 煎至雞皮裡面的水分 煎了一分多鐘 有少許雞油會出 現在我們的串茄 放進去就可以煎一煎 待會放在飯面上 一來有少許裝飾作用 二來有少許味 如果不用這些串茄 可以用小小粒的車尼茄 放進飯裡一起煮 也很好吃 我們偶爾看一看 有少許燒香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煎到另一邊 一串茄煎一分多鐘就可以了 目的是讓它有少許色 現在大約每邊煎了兩分鐘 我們都要煎到雞有九成熟 就這樣煎很難熟 因為我們沒有拆骨 我們也有少許巧妙 看到嗎? 我們就放些酒下去 看有白酒 就放些白酒進去 沒有就一般廚房和紹興酒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蓋蓋 焗它兩分鐘 在焗的時候 我們放一個大火 讓酒在西發過程當中 然後把雞煎煎熟 然後把雞煎熟 然後把雞煎熟 放這麼少酒 就不需要吃 就不熟 我們還要加第二次 第二次 我們要加一百毫升的清雞湯 差不多 這裡差不多 你說要焗到我們的漢掉 西發洋 都醑要用だけ炒一下 然後契法 骨子炒到那一段時間 大概熟透了 它的漢掉 沒烤的網友 這段時間 再加一些燉水 我們有目的要有12分鐘才可以焗一隻雞 如果家裡有焗爐的,現在就可以拿上來 放在焗爐裡焗一焗就可以 我們調一下中火,讓蒸氣慢慢滲上來 從而把雞煮到九成熟 在這鍋裡慢慢蒸,要有12至15分鐘 第二次的水份收到七七八八 看一看時間也足夠15分鐘 現在我們先拿起雞 拿起雞之後,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在鍋裡有很多汁液 再放一點牛油,讓它更香 隨即把洋蔥、乾蔥、蒜頭、三色椒 大部分都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把所有材料炒香 放進去 當聞到有香味 這段時間我們拿起黃薑粉 我們要放一個茶匙的黃薑粉 放進去之後 把所有材料的黃薑粉炒勻 炒勻之後 我們就把瓊乾水的米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放到最大火 把所有的香料、黃薑粉的味道 炒一炒在米裡 我們就務求每個米粒都沾到有黃薑粉和材料的香味 當乾身了,聞到有少少少米的香味 這段時間我們就可以正如的清雞湯 就可以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 然後我們就慢慢把鑊的旁邊 那些米粒都沾在中間 好,讓它沸騰 現在沸騰的時候 我們從剛才醃雞的醃料 都可以一起放進去 不要浪費了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椰奶 約一個湯匙 沸騰之後 我們吸蓋 收一個小火 約十分鐘至十二分鐘左右 等它收水 飯正在焗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雞 現在的雞 焗到差不多九成熟 如果家裡有焗爐或起炸鍋 這段時間就可以放在焗爐上 焗到表面有點焦香 效果會更加好 這隻雞 放在微波焗爐上 再焗一焗 讓它更漂亮 那為什麼 我不煮飯的時候 整隻雞放在一起煮呢? 這個問題有網友也問過 我們有時候 煮這類有味飯 那些飯還沒得到 我們放這麼大隻雞 一蓋著它 那麽飯在一邊就會很難熟 我們一般處理這類的飯 我們都會先煮熟飯 煎熟材料 煎熟材料 煮熟飯 然後再放些材料 一起焗 這就是最理想的 煎熟飯 煎熟飯 之後呢 我們用這小火 現在要12分鐘 表面已經是水流 我們現在就用蛇咬 也不要動 也不要燒焦 也不要燒焦 我們就關火 焗10至15分鐘 如果外國網友家裡有大型的鐵布 這個菜式很適合用大型的鐵布去做 這樣都是把雞每邊煎封兩分鐘 然後拿起雞,然後就煮飯 煮完飯,到這個階段 就可以把雞和其他材料放進去 然後蓋在焗爐上,再煮20分鐘 緊記到最後的10分鐘,打開蓋子 用免火把飯的表面燒到焦香 這是外國的版本 現在煮了8分鐘,可以了嗎? 不可以了嗎?不要心急 大家有試過煮飯煮到三夾底嗎?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三夾底嗎? 三夾底是說,外面的飯都爛了 但是芯的芯還沒熟 知道為什麼會形成嗎? 大家也可以在樓下留言 不夠春來,如果要再煮這類型的飯 就跟大家再吹多兩嘴 飯還在焗中 那隻雞也是在微波爐上烤爐 開個免火焗一下 拿回顏色 現在的飯已經焗了15分鐘 全程開始煮到現在 其實已經超過了20分鐘 現在我們先看看什麼模樣 嘩! 打開後已經是相當香了 我們就... 剩下一點配料 現在就灑上去 然後椰絲 椰絲 提子乾 現在就放上面 如果有焗爐,用焗鍋 現在把以上材料都放在上面 就可以焗一焗 接著我們主角出場 先把檸檬放開 然後把雞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串茄放進去 做一些裝飾 焗完之後有點雞油 不要浪費了 再淋上去 接著要蓋上蓋子 開火 放小火 約5-6分鐘就可以了 保持小火 現在差不多5分鐘 這樣就可以關火了,我拿過來 這個飯整碗上桌子就最理想了 比較近距離大家聽聽,還有一點炸炸的聲音 聽不聽到嗎? 這裡更加明顯 上桌子就要有這個效果 用極速9秒之間,再放一些檸檬,不要妨礙主角 適逢聖誕節,做個雞吃一下 吃得太多燒雞,就做個港式的摩羅雞飯 不是太難做,也是充滿節日氣氛 黃薑飯的香味,配合提子乾、三色椒 相得益彰 吃雞的網友,給我點讚 聖誕節的網友,訂閱我的直人吹水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的,麻煩你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預祝各位有一個美好的聖誕節 拜拜 喜歡就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聲聲分享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